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教育青少年 热爱自己的国家 然而新疆的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就被《纽约时报》白屈症洗脑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到企业就业的结业学员 与其他职工一样 均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与佣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很多结业学员家庭因此实现了脱贫支付 与佣工人